最近几天网上流传着一个新闻 说全球著名医学杂志刘烟刀 新冠委员会主席杰弗尼萨克斯 声称这种致命病毒并非来自大自然 大家知道现在的新闻一目混珠 很多时候难以辨别真伪 但对于这个新闻来说 我觉得是很容易正视或者正伪的 所以就尝试了一下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输入新闻的标题 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我们就先看看第一个链接 这个网站是巴基斯坦每日英文 报纸起下的网站 Express Tribune 可翻译为论坛快报 也是世界性的大新闻媒体了 不能算是小道消息 关键是读到后面我们就会明白 它都是有事实链接的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链接进行查证 这个题目和小标题我们已经熟悉了 杰弗里萨克斯说 Covid-19可能起源于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著名学者否认世卫组织的说法 称病毒不是自然外衣 下面的黑体再次强调 导致Covid-19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并非处于自然原因 而是来自美国实验室的生物技术 著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 杰弗里萨克斯声称 根据一份报告 发表在今日俄罗斯上的 萨克斯的言论是在一次会议上 有西班牙智库Gate中心 在六月中心举办的 这里有两个链接 今日俄罗斯报道的内容 以这个大同小异 我们就不重复看了 我们知道转述的内容 总是可能存在着一些区解 或者是过度解释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不如直接看看 他在这次西班牙智库会议上 是怎么说的 请你站住 请你站住 让我站住 所以我可以看你 face-to-face 然后让我说 我感到处于你 我感到处于你 你 请你 I'll add one provocative statement we could take it up later it may shock you or not shock you or you may say I already know that Professor Sachs but I chaired the commission for the Lancet for two years on COVID I'm pretty convinced it came out of U.S. lab biotechnology not out of nature just to mention after two years of intensive work on this so it's a blunder in my view of biotech not an accident of a natural spillover we don't know for sure I should be absolutely clear but there's enough evidence that it should be looked into and it's not being investigated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anywhere and I think for real reasons that they don't want to look underneath the the rug too much well that got us into a tremendous mess 看完了录像再看新聞 就會發現這則新聞報道的內容 其實總結的蠻好的 我們就不重複看了 新聞的後半段呢 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內容 就是他在Pina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連結 我們也進來看看這篇文章吧 文章的題目是 呼籲對新冠病毒的起源 進行獨立調查 自中國武漢 發現新冠病毒以來 該病毒的起源 一直是激烈科學爭論和公眾猜測的話題 有兩個主要假設 一個是病毒來自人類 以及受感染動物的接觸 也就是人畜共患病 或者是於研究相關的事故中出現的 我們呼籲美國政府科學機構 尤其是NH 也就是美國國內衛生人研究院 支持進行全面獨立和透明的調查 對新冠病毒的起源 這應該進行 以科學為基礎的兩黨國會調查 具有充分調查權 這將能夠提出重要問題 但避免誤導性的獵巫行動 也就是進行政治迫害 而不是科學了 下面是基本的美國調查 這一段就是描述了 2021年美國情報機構 被拜登要求調查病毒起源的鬧劇 他在這篇文章中強調了一些事 我們來看看 目前尚不清楚 美國情報機構是否調查了 這些美國支持和基於美國的活動 如果做了 他尚未將其任何發現 提供給美國科學界 進行獨立透明的分析和評估 另一方面 如果美國情報機構 沒有調查這些美國支持和基於美國的活動 那麼他就遠遠沒有進行全面的調查 缺乏獨立和透明的 以及美國的科學調查 已經產生了四個非常不利的後果 首先公眾對美國科學機構管理 美國科學活動 認為他們既有負責任的方式 對這方面的能力 其信任已經動搖 其實全球都一樣 大家都看出來 心知肚明的 其次 調查 新冠起源在美國國會內部已經政治化 結果是 獨立和透明的調查 開始受到阻礙和延誤 其實這幾個不利後果 相互之間是有關聯的 我們接著看 美國研究人員 那些對實驗室相關事件的可能性有深入了解的 無法有效的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 第四 美國國內衛生院的失敗 他們是中美合作的主要支柱者之一 未能進行對新冠起源的調查 這就助長了 對美國生物防疫研究活動的不信任 然後文章之後呢 就談到的一個被忽視的細節 這個專業性質特別強了 主要是探討了新冠中的一些基因片蛋 是否是實驗室操作的產物 也沒有明確的結論 這個與我們今天的話題無關了 我們就忽略了吧 所以關於這個新聞呢 我已經幫大家看了 幫大家證實了 這個新聞是真的 不僅有會議視頻 還有真實的學術論文 故事的主人公呢 也很有權威信 另外啊 在我今天準備的這個視頻當中 只是給大家插播了 杰弗里·薩克斯的部分講話 但我自己呢 是全部看完了這段講話的 有二十多分鐘 包括他對全球世界形勢的分析 都是入目三分了 我嘗試以後 將這段完整的二十多分鐘翻譯出來 就像這樣配上中英文字幕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發的出來 到時候再看吧 我是復旦趙兵 謝謝你的關注 再見